今天下雨了 而且温度也挺低的 这些小鸡仔好怕冷啊 全部都挤到哈密瓜的怀里面 旁边的小黑鸡 倒是悠哉悠哉的 它的鸡仔都躲到哈密瓜的肚子底下了 它还在那里梳毛 而且肚子塞不下 背上也跳了几只上来 三只 后面那一只卤花小鸡又想跳上来 看探头探脑的 再找机会跳上鸡妈妈的背 上来了上来了 背上有四只小鸡 这只中头小鸡也想上来 可惜已经没有位置了 怀里也塞得满满荡荡的 一到降温的天气 它们就不好过了 小鸡仔身上有一点湿润 必须要在鸡妈妈的怀里面烘干 不然很容易生病的 现在就体现出有鸡妈妈带的小鸡 是有多么的幸福了 晴天的时候可以跟着鸡妈妈去找虫子吃 下雨天了 淋湿了 又有鸡妈妈帮它们烘干羽毛 看这些小黑鸡 大家都喜欢跟着哈密瓜 这只小黑鸡在这里梳毛臭美呢 有哈密瓜帮它带宰 它自己就轻松了 看它的宰都挤在旁边 哈密瓜妈妈的怀里 小黑鸡你可太会了 它现在就是经常会跟着哈密瓜 让哈密瓜帮它带宰 爆炸头母鸡带着它的几只小鸡越狱 飞到外面来了 因为它的那几只小鸡仔 是比其他的小鸡仔大几天的 所以它的小鸡都已经可以越狱出来了 直接飞出来 这只小乌鸡 真的每一次发现它都是在鸡妈妈的背上 妈宝鸡实锤了 鸡鸡 看什么 最潇洒的还得是这一只麻鸡妈妈 它也跑到外面来玩了 它的宰全部都给哈密瓜带了 它一只鸡都没带 就出来外面玩 真的是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 说到带娃的话 还得是我们哈密瓜 呱呱 这小鸡直接就飞到它的头上 一点也不生气 小鸭鸭现在长这么大了 也没有办法挤进它的肚子里了 希望天气快快的好起来吧 不然这些小鸡仔也太遭殃了 哇 这只小黑鸡好霸道 把其他小鸡都举下去了 就看谁跳得最厉害了 它们也不管 鸡妈妈背上有没有其他小伙伴 直接就往上踹 谁抢到位置就是谁的 没关系